3月17号 四川乌兹别克斯坦经贸旅游推介会在成都举行 首次到访四川的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 法尔霍德·阿尔基耶夫在会上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条件和经济潜力进行了介绍 3月27号 成都至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石干的直飞往返航线就将恢复 届时 成都与塔石干之间的飞行时长将缩短至不到6小时 乌兹别克斯坦与四川的文化交流 贸易合作将更加便利 我们高度重视 而且高度评价成都到塔石干的航班恢复 这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我们在各领域的合作 包括经贸投资往来 包括我们民心相通 因为丝绸之路的铁路还有公路已经是通的 我们接下来一定要把空中丝绸之路进一步推动 成都到塔石干的航班恢复也就发挥着非常关键以及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自2016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两国在科技 文化 交通 医疗 物流 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 法尔霍德·阿尔基耶夫表示 乌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未来 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还有很多可合作的领域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给一带一路严险国家也带来了很多机遇 就像乌兹别克斯坦尼亚 我们实施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党在内的大型项目工程 我们也非常愿意在一带一路合作的框架内 跟四川省加强各领域的合作 在推介会后 法尔霍德·阿尔基耶夫与中方企业代表进行了座谈会 法尔霍德·阿尔基耶夫特别提到 乌兹别克斯坦对新能源发展非常重视 四川是中国清洁能源资源大省 双方在该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上个月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能源部的部长 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访问中国期间 他们特别访问了四川省 主要是在能源领域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 签署了很多协议 众所周知 在清洁能源领域 四川的企业具有巨大的潜力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系列领域 今后跟四川省要加强合作 就包括医疗卫生 农业 交通 物流 科技 文化 旅游领域 在成都至塔什干直飞航线即将赴航前 法尔霍德·阿尔基耶夫也向中国民众发出了邀请 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公民到乌兹别克斯坦旅游 我们国家也是文化灿烂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就像中国人民一样 朴实豪爽 热情好客 我相信和有决心 他们到了乌兹别克斯坦 会像到了自己家一样的感觉 cje合作品 加弹 优优优独播剧场——ibozy 欢迎订阅 你想不可欠我也认 profund Linda 不 can 以上 再和 感谢观看